對於疑兇McNaughta落網 林俊在滿地可的朋友和當地華人都表示恩惠 還希望可以儘快將McNaughta引渡回來受審 記者何家碧在滿地可報導 在林俊就讀的Cancordia大學附近的白球恩廣場 依然擺滿悼念林俊的鮮花和相片 來兩天也都有人將中國國旗和彩虹旗掛到雕像的下面 對於疑兇McNaughta終於落網 不少人說希望可以將他儘快引渡回本國接受審訊 希望這個兇手會儘快被引渡回加拿大接受審判 因為林俊的家人也正在交往加拿大途中 在加拿大審判以後可以給林俊的家庭一個公正的回報 然後嚴懲兇手 我感到很高興作為一個留學生 看到加拿大政府有這麼大的決心去抓這個兇手 而林俊生前的老闆黃先生就表示 希望林俊得到安息 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林俊打工的地方有很多人來送上心意卡 另外也都有人專程從很遠的地方開車來送上鮮花 吳老闆說等林俊的父母抵達加拿大之後 就會將這些心意卡和鮮花轉交給他們 新時代電視記者何家碧在滿地下報道 請用來看架子 請用來看架子 谢谢大家